大陸国防部长玄缺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在第十届香山论坛开幕式败打致辞 无论谁想把台湾任何情势从中国分别来 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 绝不受认 张又霞当着各国军事高层重申大陆军方对台问题强硬立场 同时提到愿意与美军发展关系 但不点名痛批个别国家干涉他国内政蓄意制造动荡 也愿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鸣的人发展东美关系军事关系 个别国家唯一天下乱 手伸到伸向哪里哪里就不得安逸 甚至被一体之私到处埋兵 大陆官方声称超过50个国家国防部长等级的官员出席香山论坛 不过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嘉宾到开幕式最后一刻才揭晓来的是俄罗斯防长萧一谷 俄乌战争还没结束俄罗斯防长萧一谷出席香山论坛行程 大陆官方保密到家 同场与会的美国国防部首席主任卡莱斯座位 没有安排在部长级的沙发区 没机会与萧一谷互动 这也是俄乌战争后美俄军方首次通台 面对台媒提问 卡莱斯表示不会回应任何问题 TVBS新闻程序医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